出国是许多病友的心愿 但更多人因为担心身体无法附和而不敢前行 因此这系列的影片将会由专业营养师 以及资深导游来教导大家如何健康吃 开心玩准备好了吗? 一起出发吧! 本次拍摄的行程 在东南旅游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哦 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联系 东南旅游 我们是要来看樱花吗? 这两排都是樱花 而且它正在飘落当中 很漂亮哦 阴吹雪 对 阴吹雪 但是这个还好 我是觉得我们今天来看的主题应该不是樱花 比樱花更美的美术馆 真的啊!今天还有比樱花更美的 更美的美术馆 你只要知道它的意义 你就知道它有多美 美术馆哦! 我们今天要来陶冶性情就对了 培养美学 是的! 所以它最有名的是它的? 它的建筑 建筑哦! 这边就要讲一下啦 它建筑是以桃渊明的桃花园祭 桃花园祭的写法去盖成的一间美术馆 哇!好像很有诗情画意的感觉 对对对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吧 好啊! 我们继续看一下 当我们走过那个隧道之后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桃花园祭 还要过隧道 当然咯 好! 那我们就 以上你 Go! 我们的艺术馆就是在另外一座山 蛤? 山里还有? 对对 只是这样太远它没法连接起来 因为它所有的艺术展品都是那边拿来这边轮流 哦!所以轮流展出 对对对对 因为刚好今天是下雨前 所以外面就会这个云雾缭绕 在这个山峰的旁边 你就觉得这个整个诗情画意的很美 这样 来到这里就觉得心情很放松 哇! 他们日本都有很多那种日式的庭园造型 前面有樱花 对啊!好美啊! 对啊!好美啊! 有樱花 平时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边很美啊! 对啊! 而且它会有封面吗? 有! 这边也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看又放饭了 是啊 这边是哪里呢 我们现在来到知赫县 知赫县 就是在京都旁边的一个大县 我们已经出京都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 很少人过来这边 很少人喔 因为它是在京都旁边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很大的县 沿路这样你开车过来好像有很多陶翼啊 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些 有一些很像玩偶的造型的陶土 对对对 那个是什么 好来我来跟这边讲一下 这边的话是杏月 那日本有三大烧 三大烧里面杏月烧 杏月烧 杏月烧是排名还蛮前面的 那所以说它这边的话会有 陶烧 陶的盘子这些 陶的盘子 叫做狸猫喔 对 是的 原来它是这样 我都一直形容不出来 它是狸猫 是 那枝月烧里面的话呢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牛 牛 对 日本和牛之外 有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牛 所以除了和牛里外 对 这边还有另一种 对 叫做浸江牛 所以是这个吗 对 对 就是今天这个 浸江牛 对 是 好喔 那 这个浸江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应该这么说 在京都旁边的最好的牛 就是浸江牛 那离京都最近 那浸江牛它的 它的成分 有点类似和牛部分 那我先把这间的老板叫出来 因为这间是非常厉害的店 好喔 今天来的那个门口 老板就在前面打扫 是 很可爱的老板 对 这间店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店 好啊 我们有请老板 有多厉害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按一张 来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合格阵 是正书的耶 对 是 指定店是什么意思 人家有 what i tell 就是 金蝶牛呢 是日本三大牛之一 好 神戍牛 松板牛 估ark牛 它肉質比和牛相等於和牛 屁給和牛的 那這家店的話呢 它被協會認證 那這家店它屬於呢 它一定要最高級的慶祥牛 哇 我們今天要吃最高級的 好 馬達 好 來 那它這間店的話就是呢 被認定為慶祥牛的指定店 指定店 這邊的話就是它的牛一定都是慶祥牛 要吃慶祥牛 要來這邊 對 請大家安心的吃 這樣子厚切的這個浸漿牛 是的 你看有多厚 很像在吃牛排 你先用一個筷子把它夾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對啊 我覺得它的厚度是牛排耶 是的 我們自己煎牛排 拿起來讓大家記載一下 而且就職業病就犯了 我剛剛就一上來我就比比看 大概一個女生的手掌 所以就是差不多有四兩左右 也就是牛排的話就是四盎司的肉啦 真的喔 有多厚 它是很厚切的喔 很厚的喔 它不是薄薄的喔 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咧 是厚切型的這樣子 然後一塊牛排 所以像這樣子一餐蛋白質也非常足夠了啦 是的 但是老闆還不錯 他們還是有搭配了一些蔬菜在旁邊 然後我們今天那個還有喔 它陶鍋旁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份沙拉葉 對 所以它的菜並不會太少耶 好 所以吃烤肉一定也要搭配豐富的蔬菜 而且今天不只烤肉 對 我看到還有很漂亮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便當 這個叫便當 對 兩段式便當 我們的便當的想像被顛覆了 便當不是排骨便當雞腿便當那種耶 日式便當 哇 可是它還是很多道啊 總共六道 對啊 還是有六道耶 就是比我們昨天講的那個 懷石嗎 懷石的話是八 然後定石的話是小於八 然後呢 這又比定石來的少 所以是便當 所以好像是六七八這樣的數字這樣子 OK 所以六道這樣就大概叫便當 那我剛剛這一個的話是那個昏的 昏的 你那個是屬於 所以就會有一些 就是日式的蔬菜店主 然後跟天婦羅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玉子蛋 喔 玉子燒 玉子燒 對 然後有一個這個應該是魚 因為你說他們很喜歡吃魚 對 你看每天幾乎每天都有魚 每天都會吃到魚 對 真的 Omega-3 然後還有一些蔬菜 其他的菜類嘛 對 然後一個醃製物 然後這一個是生菜 生魚片 生菜沙拉 對 然後生魚片 對 也很豐盛 我的呢 這邊有一份是素食的 素食的也不馬虎喔 一樣也是擺盤很精美耶 不過素食它的蛋白質就會是 取代為豆腐了啦 那其他就是也一樣會有一些蔬菜的 天婦羅喔 然後一樣你說這個涼拌的蔬菜 然後一些制物吧 對 因為他們這裡很多蔬菜制物嘛 對 因為日本冬天會下雪 所以很多蔬菜都凍死掉 所以他一定要先把它做起來放著 不然他冬天沒得吃 難怪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植物 對 是的 你看很多老一輩的長輩啊 常常會來日本買醃製物就是這樣 嗯 好啦 迫不及待 我們來享用吧 來 我們開動吧 對 Itadakimasu 它是要讓客人有感覺到有能源的 非常有感覺 就是有在大自然的用餐的感覺 對 對 吃飽了 嗯 有飽喔 有有有 因為今天那個 就像是吃了一塊牛排嘛 對 然後還有一份那個白飯 對 然後也有沙拉 然後剛剛老闆還有教我們怎麼去烤牛肉對不對 對 對 原來它是有技巧的 對 要先下什麼 然後還有擺放的位置 對 對 然後真的吃起來是很好吃 捲牛肉呢 很嫩呢 很嫩呢 對啊 不過最近來到日本呢 就欸 這幾天有一直吃到很高級的牛肉 很棒喔 這個大概把我一輩子要吃的牛肉都在這幾天吃完了 是啊 對啊 所以很好吃 然後 我看他們吃便當的也很不錯啊 就是 很多樣這樣子 然後還有飯後甜點 對啊 這是我們沒有的 對 因為我們肉太貴了 對 光是那塊肉就已經很高級了 那你自己來這裡的話 你會選擇吃 浸薑牛還是會吃便當 我嗎 我應該會吃便當的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便當的蔬菜比較多 喔 便當的菜比較多 對 嗯 不過他的那個 給付的那個浸薑牛的沙拉也不算少量了啦 對 而且老闆很可愛 老闆 後來告訴我們生長不漏的老闆 對 就是他是個陶藝家欸 是啊 所以我們剛剛在喝茶的所有的杯子啦 所有的杯子啦 盤子啦 全部都是他自己做 他自己捏做出來的耶 難怪每一個都不一樣 是的 對 害我剛剛就不小心噴錢 就買了老闆做的盤子 買回去還蠻重要的 可以擺著放 很漂亮很香 對 真的 尤其就可以回憶這個 吃浸薑牛的美味 對 是 好 很滿足的一餐 那我們下個景點見 掰掰 下個禮拜 我們今天吃巨酒屋 對 但是呢 原本要吃的鳥桂竹 因為是目前最好的 所以都排不到 所以我們就開始白木屋 不是蛋糕喔 他也是巨酒屋 對 如果呢 我們相較看了一下旁邊隔壁桌的 就發現 我們點的還算比較健康 對對對 就還有兩個大的沙拉 對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你推薦的 那個花魚 花魚 對 所以你看我們吃魚 吃沙拉 對 就比較健康一點的 健康一點的 居酒屋 好 那就 那個 祝大家圓滿順滴 對 要吃健康居酒屋的菜單的話 可以來跟我們一樣 哈哈 對 可以找不找不一樣 他很會推薦菜色 OK 好 歡迎光臨 今天我們要下菜的飯店呢 是在位於南巴南坡的玉樹椰奶 蠻特別喔 因為這邊呢 是從剛進飯店呢 就要把你的行李箱輪子擦乾淨 然後呢 要脫鞋子 因為整間飯店 全部都是榻榻米式的喔 然後今天我們住的是雙人房 一進門呢 在左手邊 就有一個洗手台 然後洗手台的下面 有一個小冰箱 小冰箱 裡面有附了兩個小小的甜點喔 然後再來是他的另一邊就是廁所 那我們來看看廁所裡面 哇 標配就是日本都會用的這個 免治馬桶 那這邊是用淋浴的方式 他是採用淋浴間 這邊看起來比較陽春 主要是因為他在二樓有這個大眾湯匙 所以是可以去泡湯的喔 哇 非常的日式的房間 來得棒耶 來到日本就像這樣子 榻榻米的地板 然後還有這個和風的這個窗戶的裝飾 整個房間的氛圍就是很好 所以這個小巧但是呢 該有的都有耶 然後這邊還有電視啊 雖然可能是日文我們看不太通 然後還有這邊 然後有基本的配備 杯子啊 熱水壺啊 然後有附上 兩份咖啡 嗯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小巧的座位消息區 所以你可以泡上一杯咖啡 在這裡享受一下 在最後一個晚上我們住到這樣子 很日式的飯店 就給我們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 在這裡 入口 開口 在這裡 在這裡 開口 它在這裡 在這裡 有小巧的地方 在這裡 或是在這裡 從來 一個小巧的地方 我們現在來到了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是大阪的廚房 所以這邊也是很厲害喔 真的 所以要了解日本的飲食文化 就是要逛黑門市場 這樣子不到台幣200耶 而且好大喔 你看跟大拇指比起來的話很大顆耶 每一顆都很漂亮喔 這一種應該不太棒的 好可愛喔 而且它這個你看 超漂亮的 好新鮮喔 它的地頭是那個整個是綠色的 是啊 來 真的 一號才七百多 可是白草莓比較貴啦 白草莓是比較貴的 對啊 現在都吃了兩二五十塊下去了 很甜耶 對啊 很甜耶 謝謝 在日本才有現磨的芥末 在台灣沒有什麼看到現磨芥末 因為現磨芥末比較新鮮 吃看看喔 好吃嗎 這家是專門賣鮪魚應該是好吃的 肉口齊化 嗯 真的 不用怎麼咬 不用咬 用舌頭就可以把它劃開喔 真的嗎 真的 時間不夠了 是啊 我們要出發了 要到機場去了 哎呀 這個短短的幾天很快就過了 真的 真的 所以還想要再去日本其他地方耶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來到的是 關係的部分 只有大阪京都而已 嗯 可是你要到北海道去的話 非常非常遠 可能要下一次喔 好 我們從黑門市場直接殺來機場 是 但我們還是有很多東西 其實沒吃到 所以就外帶來了機場 外帶來這個 對 我有烤鰻魚 那不稀奇 我這個才稀奇 真的 那個看起來好棒喔 帝王蟹 對 這個的話是日幣3000 喔 差不多 對 然後這個是日幣1000 所以兩個加起來差不多 換算台幣 大概就是1000塊 1000塊 對啊 所以也是很豐盛 然後以營養價值來看的話 這邊大概會有兩份蛋白質 然後這裡也是差不多兩份 那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共享 因為我們通常一個人一餐呢 的蛋白質量就是兩份到三份的蛋白質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趕快來吃 好趕快吃 因為等一下要登記了 對等一下要登記 這個是沒辦法在台灣吃的 對 OK 掰掰 回台灣了 真的感謝老師就是辛苦的這五天試驗 如果未來有這個行程的話 你會想要帶誰來參加這個行程啊 當然是家人啊 就是也是生命中重要的人這樣 對一定會想跟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一起來 這麼多景點中 你覺得哪一個讓你印象最深刻呢 我最喜歡的是 咪喉美術館 那你就一進去就已經有心靈放鬆的感覺 那這麼多餐廳中 你又最喜歡哪一個啊 我最喜歡 嗯 懷石料理 對 好吃之外 就是它從 光是一上桌的擺盤 你就覺得是在欣賞一個藝術品 而且吃完一整個 這個藝術品級的懷石料理以後 那邊的庭園也是非常漂亮 所以就是飯後你也可以稍微走動一下 運動一下 又可以欣賞這邊的美景 我覺得就是讓我很印象深刻 那當初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就是 或者是什麼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角度去 去設計這一次給愛友的療癒之旅這樣子 好 我當初構想的方式是呢 帶病友出去的話 就是比較 popular 的行程 那所以說我會把一些一定要去的行程放在裡面 再加上一些呢 像是比較遠一點 或是比較輕幽一點的行程放在裡面 好 像是美山 然後以及那個咪喉美術館 這都是非常漂亮 然後呢 又非常清閒的地方 再加上呢 我會用當地所有的食材 所有的餐食特色 讓它每一餐都不一樣 這樣 能夠出去的病友 能夠豐富它的味覺啦 豐富它的味覺 這樣的話 才能夠帶著幸福回來台灣 整個街角子 不再次回到家裡 i know you